So how I used to be sobbing 大家好我是小草月 這一場是弗洛倫的實戰解說 那就影片不錯可以幫你們訂閱喜歡 同時打開小鈴鐺 在左下條可以看到推薦的樹莊奧義 帶暴怒5個猛攻5個 四殺龍爪各10個 裝備先出火甲之後正常的一個鬥士套路 那之後火甲被削弱的話可能就要改成別的裝備了 前期我們一樣是打對方的弗洛倫 這個角色其實是非常強的一隻英雄 但是我自己也玩了很多場 這個角色很難操作 基本上他的普攻接二技能再去減肥罩的套路 我人人都知道這個口訣 可是做起來不是這麼容易 因為你的左邊大拇指呢 是會壓著輪盤轉動的 可是當你普攻下去的時候 其實你就會滑步了 所以有時候會導致說 你自己的普攻接二技能的時候 中間已經有多了一個滑步 導致你的二技能沒有出來 那這樣有時候就很尷尬 像這樣子 因為那個滑步是瞬間的嘛 那點二技能的時候 有時候會因為這些網路延遲啊 或是點太慢或點太快 沒有觸發到的話 那麼弗洛倫的傷害就會大幅度的降低了 因為主要的傷害來源呢 還是在二技能的真實傷害 尤其在打坦克上面 所以這個角色呢 呃...非常不推薦 手殘檔去做一個購買使用 會死到讓你懷疑人生勝率低到指南20% 真的不開玩笑 這個角色就是這麼的誇張 但是如果會用的話呢 這個角色還是一個 目前算是在T0 T1的一個邊線 然後現在呢 我有發現弗洛倫的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很多弗洛倫嘛 所以兩邊都會有的情況下 你可以看到地上的花的顏色其實是相當接近的 有時候我都不知道哪一個花是我的 然後隨便亂踩的話 克里希又會生氣 真的是相當的麻煩 所以回到剛剛那個購買的問題 我自己認為呢 除非你是對自己的手術或操作 非常有信心的玩家 否則的話呢 其實你可以去練更多 比較簡單的邊線角色會更好一點 例如夜叉馬加或者是瑞克 我甚至覺得瑞克呢 在這隻角色的面前都算是簡單 然後還有現在的獻霸 這個菲勒 這些角色呢 玩起來都比這隻角色輕鬆很多 而且容錯率高 這角色呢 還有一個另外缺點就是 逃跑技能比較 少一點 之後一個大招可以去做 途徑或是往後做一個位移手段逃跑 然後會加一段滑步 可是你大招丟掉的話呢 代表你就沒有任何的作戰能力了 這邊看到對方的花已經丟完踩完了 克里希很生氣 所以我們知道代替克里希來制裁這個傢伙 沒有關係 我們踩的不是花 是肥皂 這裡呢 撿一個肥皂之後 這邊丟到小兵之後 順利再爆開三朵花 這個成功把它收掉 那弗洛倫打弗洛倫最重要的就是 小心對方的滑步 跟這個大招會閃掉你的一技能 之後這裡回家之後呢 由於上路那波團戰 我們自己隊友死了三個 這邊你原本想去幫這個卡芬妮的 不過看起來呢 是不太想活了 救不到呢 只好果斷放棄 之後再回到我們下半部 是一個蠻烈勢的逆風開局 雖然中塔呢快點掉了 不過這個錢還沒拿到 像是一個定存存在那邊 然後領不回來的一個狀況 那這一場呢我覺得 比起一般的這種 順風場來說 我覺得更有解說的一個意義 這邊呢我不知道為什麼 對方的達爾西呢 這個框到這個大招了 我也覺得要被傳回去 可是我腳下沒有印記 感覺是他在施法的時候呢 第一時間施法的時候 其實我不在那個框框裡面 感覺是呢 要從頭到尾都在那個框框裡面 才會有上上那個印記的效果 這邊呢我們先人入偷生一波 有對方的人員呢大部分都集中在下半部 這裡我們一個漂亮的空大展示一下之後呢 我們這邊已經沒有作戰能力了 大概要40秒的時間先掛機一波 那弗洛倫呢非常重要的就是 一技能跟大招一定要命中到對手之後 才會有肥皂可以撿 如果沒有打中呢肥皂就不會噴出來 那這樣的話弗洛倫整體就沒有任何的 作戰能力跟傷害了 所以在丟一技能跟大招的時候 其實可以慢一點丟沒有關係 不用拚第一時間的手速 主要是一定要丟中對手 像現在這樣丟到之後呢我們回身反打太刀 利用這個滑布最後往下拉掉 雖然掉了一波血量 不過這邊其實不虧我們也換掉對方很多血 而且呢對方已經交掉大招了 等下找一波好時機呢搭配我們家輔助是可以把他擊殺掉的 那這邊有點危險 雖然這個砲車是滿血的 不過呢這邊丟中花之後呢再耗他一套血量之後 這邊再滑布很可惜被閃掉了 再衝進去之後呢沒有命中 之後我們跟上一個大招一個普攻 就再一個一技能 採白照接普攻最後收掉拉出來 然後兵線到了呢我們就去把這個塔給推掉 但是呢我們上半部已經爆炸了 這個中上塔都炸掉了 然後呢我也剉起來 欸這次終於被框到了 那應該是沒錯啦就是 第一時間呢他在框的時候啊 雖然他的施法動畫第一時間沒出來 可是你一定要一開始從頭到尾就在那個框框裡面 不管是你先在框框走出去 還是要上上印記的時候才在那個框框裡面 都是不會被框到上上那個印記的 這樣的話呢其實可以有效去增加閃達爾西的大招的一個機會 不過呢基本上會玩達爾西還是閃不掉的 不然這角色現在就不會這麼狗了 這邊我們再到下半部來報仇一波 一個普攻接二技能不會被瞬間閃掉 沒關係我們大招突進再滑布 一個一技能最後直接把他給幹掉 這時候出到我們的擴陣傷害已經起來了 之後呢持續利用普攻接二技能等待一技能好 之後減花普攻二技能減花普攻二技能 最後成功把這個樹給砍下來 是一隻完美康特克里西的角色 在還沒開始打之前呢 就先採花採到克里西的理智線都斷掉了 這邊我們終於有一波反打 雖然還是一個10比13 不過我們的塔數呢終於是追回來蠻多的 這邊再來點一下這個塔 不過對方的達爾西有點危險 我們先往後拉避免被炸到 之後呢對方的樹在旁邊 這邊看一下有沒有機會 這個一技能沒中之後呢 我們就不要往前了 畢竟對方招都還在 這邊抓到對方趙雲 之後成功收掉之後 完成我們的任務工程升退之後 去中路推薦 這一波就交給隊友了 聽天由命 之後呢發現隊友還在激烈撕炸狀態下 我們先不管 先好好吃一波兵 最後呢良心發現了 決定來救一下我們的隊友 一個漂亮的往前 就發現一二技能都在CD之後呢 我們就成功的回來送了一波 這個呢就叫所謂的禮尚往來 剛剛的趙雲呢 也是這樣子走過來送給我們人頭的 我們要回敬給對方一個 之後來吃一下這個藍buff 重生之後呢 隊友三個都死掉了 不過沒關係 對方呢是不會發現我在偷吃的 畢竟他們要整理兵線 如果發現的話呢 再拉掉就可以了 這時候我們家射手已經過來 幫我們吃這個魔龍了 看起來是相當順利 最後成功的把這個吃掉之後呢 拿黑暗之四 這邊呢要往下半步撤退的同時呢 撞到對方的弗洛倫 這邊交一個大招 先把花給丟出來之後 持續普攻 用回頭打一套 之後再打一套 之後一個二技能挑飛之後 一技能很可惜被閃掉了 觸發了黑暗之四之後 我們沒有作戰能力喔 趕快跑一波 直接交瞬移拉掉之後這邊 把這個兵線刷完之後就回家 再到上面不帶線 這時候我們現在還有魔龍buff 那大家要記得呢 弗洛倫的裝備呢 其實是有很多彈性空間可以調整的 例如這個聖劍呢 也可以把破陣給換掉 如果對方呢 都是比較多脆皮的情況下 就不需要破陣去增加穿透能力了 那當然呢 對方的角色呢 是決定我們弗洛倫出什麼鞋子的一個原因 基本上如果沒有太多控制的話 其實可以單靠滑步的免控去 做一個免疫控制就好了 不需要出到魔防鞋 這樣的話你在單挑進戰的時候 你可以減少你被秒殺的一個機會 因為畢竟這場呢 有蘇有趙雲 還有這個弗洛倫 所以我們出物防鞋的話效果會更好一點 之後這裡 一個花丟到之後呢 直接往前 一個Double Kill 雙殺之後 成功完成任務 攻城身退 讓隊友來一個漂亮的Ending 直接把對方家裡基地給拆了 結果他們就直接衝進去殺這個 俗沒有人要保這個卡芬妮 之後呢卡芬妮就被抓到了 我這個卡芬妮的吸血能力也相當好 他剛剛一砲呢 吸掉 吸起來半條血 不過這大招呢 打在這個超級神木上面 還是有點抓癢 最後呢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要一直嘴這個射手 可能是三排吧 不過呢 這卡芬妮的EQ也是蠻好的 蠻值得大家學習的 雖然呢 他的戰績很差 前期呢 是各種被趙雲 還有 這個 達爾西 各種殺 但是呢 他還是賺了很多錢 這場呢 我的錢是最多的 他是第二朵的 雖然戰績差 但實際上經濟沒有落後 那這樣就可以了 畢竟傳統主角呢 在密封的時候 其實是相當難賺錢的 那戰績差的話 如果你的錢還能夠維持在一定的水平 代表你無時無刻都想著你要發育自己的經濟 那這樣的話 才是一個玩射手必備的一個條件 先不管他玩得好不好 畢竟呢 是一個個人操作的一個層面部分 這邊呢 可以看一下我死掉之後 來一個精彩的播報 趙雲跟閃電俠打起來之後 最後卡芬妮成功救援我們家的閃電俠 漂亮 剛覺得呢 這個閃電俠應該是會死掉的 這個趙雲普攻應該快打出來了 之後呢 這邊很衰的 這卡芬妮一炮被轟掉腦袋 看起來是蠻勇猛的 不過最後結局不太好 感覺呢 最後可以切一個大炮模式去賭一發 這樣的話可以瞬間把這個 輸給秒殺 既然他也要射狙擊的話 你也給他來一發大的 那這邊呢 我們家卡芬妮還在一個復活狀態 是一個四打五的局面 其實我不太想打 但最後呢 對方的這個人員衝上來了 我們只好應戰一波 大招命中之後持續減花 最後成功的減花普攻 二技能 減花普攻二技能 拿下一個團隊的四殺之後 順便剩下對方的蘇 之後來清一下上路的兵線 找機會等待大招好呢 其實是可以瞬間把蘇給秒掉的 我們先把他大招給騙掉 這邊踩到花之後呢 這邊他居然嚇到大招噴出來 那他死定了 因為這樣的話呢 我們只要一技能命中之後 他就沒有任何的脆弱 最後一個大招成功收掉他之後 利用復活甲站起來結束的 競爭場佛倫的正式符合實戰解說 今天影片就結束囉 如果你的影片不錯 可以幫我點個訂閱喜歡 同時打開小鈴鐺 有任何想法 都歡迎你在影片底下留言告訴我 小追蹤的動態 可以到FUH點贊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